大家好 今星期港股反覆走強 試過兩天都碰過27,000樓上 當然現時市場氣氛 都和總統方面進一步趁開落頂 情況有一定的支持幫助 所以夾到期子結算的時候 恒指表現都算相當不錯 但累計整個11月都升了2,000多點上去 暫時說27,000這個水平 暫時需要站穩才有機會下一步 可能再有新的突破 尤其是近期市場的方向 新舊經濟股在資金一路輪動 在換馬當中 近期是比較強的內銀股 而科技股份近期都是一個整固 或是炒上落區間為主 當然在後續未來的長線部署 在高位大家買買貨號 可能一些高位科技股份大家慢下手 可以留意一些傳統的經濟股份 而接下來的港股 即使調整暫時整個11月 都是大約10天線 現在10天線是大約26,500 附近的資產力都比較大 轉勢點就比較近 因為始終政策的風險暫時還未消除 所以短期來說一個初步支撐位大約10天線 但若果落到26,500附近 大家都可以慢慢吸收一些 叫本港傳統經濟的股份 尤其是本港收租 一些零售 餐飲 或者看遠一點就是一些 油股航空股 為什麼因為疫苗方面 當然國外方面也有疫苗消息曝光 我們方面也逐步有疫苗消息慢慢公佈 假若未來11月或1月期間 開始我們本港也有疫苗到的消息 或者時間表的話 相關一些傳統經濟股份 都有機會在低位有資金吸納的機會 所以現在普遍的股份其實都偏向低殘 所以若果有耐性的投資者 可以這些時候不妨儲回一些 本港方面零售相關的股份 希望在二、三月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好的反彈機會出現